YO 大家好我是Fat Lafie光 繼續回來玩All Star Tower Defense 今期就來和大家玩一隻比較新的六星角色 就是我肩膀上面這隻六星的黑旗一戶 這隻角色雖然是最新的六星角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很少人用 我根本在街場沒見過有人用 所以迫於無奈之下只有爆乾 抽了很多三星 升到他變成六星 只有這樣我才可以看到這隻角色 究竟他的攻擊特效是怎樣 以及他的數值是怎樣 現在廢話不多說 馬上入場玩一玩 我都很興奮 你看他在走那時候的特效多棒 你看他那些黑煙 好像一架火車一樣 一入場就發覺SOSET不夠錢 召喚這隻黑旗一戶 他需要六百元才可以召喚出來 好了 終於都夠錢可以召喚這個黑旗一戶 那我們就放在這裏 OK 召喚出來了 嘩嘩嘩 什麼事啊 嘩 攻擊特效好像很帥 一來就 嘩 完全看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等一下 嘩 嘩 嘩 我一下向前閃過去 然後弄了什麼黑色的東西出來 嘩 嘩 嘩 OK 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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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特效雖然就帥 但不知道帥不帥 我們來看數據 那LV80的情況下,Damage已經來到537啦 嘩,好瘋,這個傷害絕對是好瘋,非常屈 那接著的攻擊速度就是6秒的,中規中矩啦 那Range就是30,那30Range其實就不算說好大的 那但是作為一個綠地角色來說呢,我覺得都算是OK可以接受啦 嘩,但是這個AOE有點傷害,它是一個很窄的AOE,線型AOE 嘩,好多Powerful角色啊,那我們就趁現在升到LV1啦 Upgrade,UpgradeLV1要400元而已,就不是很貴的 Upgrade了之後,特效好像沒什麼變化 對啦,都是這樣,一下子閃過去,然後發射黑色的東西出來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數據啦,那Damage現在就來到1074 那攻速和Range呢,都是不變的,依然是6和30而已 那純粹的Damage加多了500,非常之不錯 那但是AOE好像都沒什麼變化,對啦,都是這麼窄啦 對,So sad 剛剛就去升那隻布馬,那我們現在繼續來升這隻黑騎一戶 那升Upgrade2就需要750元而已,都還沒算很貴的 那就來看一看數據,現在已經來到1969了,那個Damage 那攻速和Range呢,依然是不變的,依然是這樣 那我想AOE應該都沒變啦 對啦,都是這麼窄的一個線型 Upgrade費就需要1000元,就開始有點貴 那特效好像就有變化了 啊,對啦,嘩,這個是什麼料來的 啊,這個啊,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好像 Upgrade0那個特效好一點喔,不知道大家過不過 可能這個特效不太適合我口味啦 你看它,只有一批黑色的東西 那就來看數據啦 那它的數據呢,就來到3311了,這個Damage 哇,但是攻擊速度來到8秒才打一下喔 8秒喔,好慢喔,這個 不過Range就加了10的,來到40了 Range是40的概念,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不是很大的而已 那但是它的攻速應該是8秒喔 那在8秒的攻速之下,40Range絕對是小的 咦咦咦,它的AOE都大了很多喔 它的AOE現在是超大,呃,都未到超大的 比較大的一個線型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升這個黑旗一戶啦 那現在Upgrade4呢,就需要1250元的 都未算特別貴 OK,Upgrade了之後呢,這個特效方面應該就沒有什麼變化的 對了對了,依然是這個,一批黑色的東西啦 好,那我們就來看數據 Upgrade4的情況下呢,Damage就來到5000多啦 5101.5啊,Holy One 但是它的攻擊速度呢,依然是8秒的 但是問題就是Range呢,依然是不便的,只有40Range 對於某些角色來說,40Range絕對是很大的 但是對於這個黑旗一戶來說呢,我覺得真的不夠 因為始終它8秒嘛,那個攻速 好,那我們現在就繼續Upgrade它 Upgrade5呢,就需要1500元的 依然不算貴,可以接受 Upgrade5的特效呢,好像就不變了 啊,看看有沒有變先啊,看看 欸欸欸欸,不同了,不同了,不同了 喔,有些東西,嘩 嘩,嘩,嘩,嘩 它有一塊大大黑色的東西,變成了一個超級大黑色的東西 超級墨水攻擊 嘩,一下子就敲到敵人,黑了 多風水門啊,聽說你今期很歐洲啊 做些墨水利坦啊,一下子就敲到它 立即由歐洲人變成非洲人啊 這個左座 喔,立即恭喜你來到非洲大陸 哈哈 好,那我們來繼續Upgrade它啊 Upgrade6呢,就依然是1500元而已 都不算貴的,非常之好啊 啊,對喔,剛剛那個Upgrade太high了 就是不記得給大家看數值喔 啊,不要緊啦 現在一齊來看Upgrade6的數值啦 好,那Upgrade6呢,它的數值就來到 17631.5的damage 嘩,但是那個攻擊速度就來到11秒了 什麼事啊,現在 跟著那個Range只有45而已 雖然比剛才多了5Range,但是只有45而已 45Range就是這樣的而已 對於11秒的攻擊速度來說 絕對是太細了這個Range 那那個AOE呢,是超大線型AOE啊 不過其實,都救不到它這個這麼慢的攻擊速度啦 我覺得這個攻速有點痛苦啊 不過還沒完的,因為還沒升進的嘛 這隻角色 那我們再升一升它,說不定後期會好一點 好,那Upgrade7呢,就需要4500了 就開始貴了,Upgrade7就開始貴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數據了,直接 Upgrade7的話呢,數據就來到 26581.5 但是攻擊速度依然是11秒的 Holy Sad 那Range依然只有45而已 這樣來說呢 Range和攻擊速度是非常之不配的 因為真的不夠啊 因為它11秒 11秒是很慢的了 絕對是 真的 我覺得有點浪費了它這個這麼高的傷害 說真的 而且它也是打不到空中角色的 只是可以打地面角色 這個位置 然後Upgrade最後 那就要4萬元 Upgrade part 你沒看錯啊 的確是4萬元 看看它這麼貴的Upgrade 會不會令這隻角色變好一點 那特效方面呢 就依然是這個 哦,那這個就是它最終的攻擊特效 就是,它好像有Upgrade6就是這個特效 好,那麼Level Max的情況下呢 數據的Damage來到35531點 這個傷害呢 就真的不能彈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 攻擊速度和Range 依然是沒有變的 是11和45 好慘 哦,那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這麼少人用這隻角色了 因為它真的不好用啊 其實這樣看來 你想想,如果打故事模式的話 11秒的攻擊速度 基本上很容易被敵人走掉 那以來它又打不到空中敵人了 然後三尼呢 你如果要用來刷傷害的話 有其他角色是比它更加好的選擇了 雖然是六星角色 但是設計到這樣又真是 有一點點悲哀的 那雖然只看一隻呢 是覺得有一點點悲哀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 儘管試一下 放八隻黑旗一戶 又可以收到多少WAVE啊 但是呢,這裡我一定要放些空中角色 出來幫這個黑旗一戶的了 因為這個黑旗一戶呢 它最慘就是它打不到空中敵人 所以我沒辦法不放空中角色出來幫手 好,搞定 那就看一看八隻飛利 再加八隻黑旗一戶可以收多少WAVE啊 其實八隻黑旗一戶一起攻擊呢 都幾震撼一下 整個場黑旗一戶 哈哈哈哈 嘩,你看現在已經50WAVE啦 啊 後面的黑旗一戶都還沒攻擊到 啊,你看你看看 那些敵人開始硬正了 走到那邊了 那邊的黑旗一戶都開始攻擊了 我想應該都 嘩,非常之不錯 嘩,好震撼啊 這個場景 非常之不錯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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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了 然後這邊,哦,這邊起 啊 然後中間起 嘩,嘩,嘩 哈哈 你看那些敵人 鋼三飛我的墨水噴死 啊,這位 哎呀,沒有了 糟了,都沒有留意收到多少WAVE 啊,這麼快沒有了嗎 哈哈 好了,黑旗一戶就已經用了 但是沒有留意打到多少WAVE 因為剛才太high 說真的,這隻角色 八隻同時在場那時候 特效真的令人有些震奮 不錯不錯的 但是呢 它的能力 直接計得有少少設的 這隻角色 我極度不推薦大家去練它 除非你有愛 如果不是,我覺得 你可以省時間或者設 去給其他角色的 不過呢,幸好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非常之型 啊,反正呢 我現在收藏到它 我就很爽 啊,你看 就是,看極都不厭啦 是不是 啊,將它放在肩膀 到多麼有氣勢啊 是不是 啊,突然之間 就這麼多人 累壞過來了 啊,應該全部都是觀眾來的 你看 啊,在那裡攝鏡 哎,你們阻礙我黑旗一戶 上鏡啊 過鬧的東西 好了,這次的影片到這裡結束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發真的 outreach 屁股 旺 qualify 模 верс